先建一個item OK,要一個確定 那第二個item的話呢 書上是在一個玉山國家公園 所以呢我這邊的話呢 再把這個名稱的話 再把它改一下 這邊就要改第二個是 這個名稱的話id 書上的id是叫 YU 玉山 我就YU 簡稱一下 然後他的這個title的話 玉山國家公園 OK,那最後的話 123 這樣的話呢 我就增加兩個item 那我先把它save一下 save之後的話 假設我現在就兩個item好了 這兩個item建立完之後呢 那我要怎麼樣在程式裡面show呢 當我按下那個menu鍵 可以讓這兩個menu 可以show出來 接下來的話 我就要寫一點程式了 那寫程式的部分的話呢 接下來就在這個sr裡面 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發現呢 這個4.2的程式 4.2呢 它會自動怎麼樣呢 自動幫我已經寫好這個程式 可是3.7沒有 它有個叫什麼呢 uncreate 我們剛剛有看到uncreate option menu 這個部分呢 這個部分呢已經寫好了 也就是說 你只要制定好 它應該就可以幫我run出來了 OK 我已經把這個 大概的一個menu建起來了 反正這個名稱 主要要修改的部分呢 有幾個 第一個的話就是id 那特別注意id後面這個名稱 就是它現在 楊明昌國家公司 我就給它一個 簡稱y好了 裡面title會有個名稱 那最後記得做完之後 點這邊一下item 那在底下的話呢 再add一個什麼呢 subitem 比如說呢 我需要兩個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 各位可以參考這個5-12頁的這個 中間的圖 這個園區導覽 那所以這邊的話 我給它一個中文名稱 就是叫做什麼呢 叫做guide 那個id就是guide 然後呢 裡面上面的顯示title就是園區導覽 然後一個traffic 交通位置 OK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其他分別就加上 這個玉山國家公園 跟泰魯閣國家公園 然後還有mai mai的就是我的位置 然後exit就結束 再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它save save